大家好,我是Mike 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解决计时表征偏转而无法复原的问题 前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计时表的计时秒征 发生了偏转 你也无法复原它 你看一下 计时,暂停,复原 它复原后还是在这个地方 就看得特别不爽 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怎么解决的办法 拉出表冠到两岛 然后按动上面这个计时键 长按 这个纷针发生了偏转 为了展示给大家 所以我把这个分针也操作的就是让它偏转 然后它刚刚站了一下 以后就是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调节它了 然后按动下面这个键 点按呢是微调长按 是快速的调节 快到了时候再按一下 好,这样就调整调节成功了 然后再长按上面这个键 我们去调节这个秒针 好 它转一圈就意思 我们可以调节它了 按动长按 快到了时候 我们微调一下 好,这样就调节成功了 计时器指针偏位一般是 手表受到强烈撞击或震动而造成的 好,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